他們要去上班的時候 剛好那一天遇到停電電梯就壞了 備用的那個電 花電機也花不起來 結果就走上機上班 三個輪流說乾脆我們用走的 走一程 兩程 十程都沒有問題 三個子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七十幾層樓的時候 會哭街啊 沒問題喔 今天為什麼會這麼哀怨啊 這樣 他說乾脆我們來講個人生最哀怨的故事 來聽聽看 就這樣 第一個就講他一個朋友 花生車禍數掉之後他的太太又去改嫁 改嫁之後對方是一個好出懶舟的人 又到處借錢用他的名字借錢 害他老婆和他的女兒要花一千多萬的負債 有沒有哀怨 就非常的哀怨 另外一個更可憐 已經當到教授了 當然叫做結果花生車癱瘓 也非常可憐 剛好已經爬到快要九十層樓了 就輪到這第三個 第三個他心裡想說 我又沒有什麼愛怨的故事可以講 他說輪到你耶 輪到你耶 他就走很快知道你耶 剛好當下第三個他的手放到口袋裡 我知道什麼叫人生最愛怨的 你趕快說 你趕快說 我不敢說 你說沒關係啦 我怕我說了 你說 你說 我怕我說了 你們會答我 絕對不會答你說好了 這個第三個就說 我知道人生最愛怨的事 人就說 在九十層樓上班 上班又遇到停電 電梯又不能動 結果已經用爬的爬到九十層樓了 辦公室的鑰匙忘記帶 人生最愛怨的 要不要再下來 這個故事提醒我們 我們人不要當你聯繞的時候才想到 你人生的方向與目標一定錯了 要不要把我們每一個當下 要喔 你今天能在這個地方上課 會改變了你的一生 非常重要 包括你的命運 一個主人的態度如果對了 你人會成功 你主人會成功 你主人會成功 包括你的事業各方面都會成功 一個主人的態度錯了 他到哪裡去 他的人際關係就會不好 主人而然也會錯 也會錯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這年輕人爬到九十層樓的時候 我們不要等到那一天 才發現我們藥匙沒有帶好不好 因為你們今天聽了這個課的節目叫做 打開幸福的手術 希望你們今天聽了之後 這支手術拿到的要帶在身上 隨時就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就可以分享到 每一段的這種幸福 每一段這種幸福 有一個影片叫做《搶救雷恩大兵》 有看過幾首一下 有看過 就在1945年 洛辦地登陸 6月6日斷藏使 多元登陸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有一個助理 看到了山峰信 趕快報告部長 說有一件事我已經跟你報告 這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啊 他說有一個媽媽 她今天會非常痛苦 他們同時接到了部長 你要給他的信 官金慰問信 什麼信 他同時死了三個兒子 死了三個兒子 都在洛辦地登陸的當下 被掃射打死的 這個如果你是媽媽 情何以堪 是不是 那個當下 美國的金輪的社區 就最怕接到信 一接到都很緊張 那個當下那個影片 如果你看就知道 剛好人來的時候 那個太太就一直不敢 怎麼會是我 怎麼會是我 剛好呢 停下來那個人就問他說 某一個家庭你知道在哪裡 那個當下那種表情 那種表情 那個信不是要給我的 就帶過去留個那個家 那個家 那個當下 同一天接到一封信 裡面是三個兒子死掉了 國防部長當下下令 問說幾個兒子 他就有四個 還有一個也是在歐洲戰場 就派了一班的兵 就八個最強手的班長 就在整個戰場裡面 一直找雷恩這個兵 一路上就一直找混 會在那困難 就一個被打死了 一個被打死了 一個班 八個人一個一個死了 到最後已經找到雷恩了 當下班長也中槍 也中槍了 最後講他一句話 最後講他 跟他講 你要話跟他講嗎 是 告訴我 他說 他說 要好好的活著 讓一切都是足德 為了救你 八個人全部死掉 都死掉 所以要好好的活著 讓一切都是足德 所以這個整個影片的 反向的時候 說實在就是 在描述雷恩 他已經老了那一天 他的太太 他的兒子 他的媳婦 他的孫子 就走在他的後面 他走得很快 走得很快 走到那裡去 在金人公墓裡面 去找到那個班長的墳墓 當下他非常的激動 就哭了 哭了 就想到那一段 你要好好的活著 讓一切都足德 為了淫於一個人 已經八條的性命都 換你來的 他太太過去安慰他 他就問他太太 告訴我 我活得有